本年到府行的小孩和志冬 手的中順中的全都在參訪和交流 這當中最重要的活動就是要站在街上 完成之前攻略的挑戰 觀眾李靖雄知道的消息後 會保持專程全王國勒 雲林的孩子真的是很不簡單 勇於接受挑戰 所以特別在各位的行前 到此地來 主要的是要給各位加油 要給各位打氣 尤其這一次到中國大陸去 長達一千里 那可能這個沿途的 騎乘的環境道路的狀況 包括天氣的這個變化 對各位來講都是一種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體驗 那這個需要非常非常堅強的 一個意志力才有辦法達成 為了要上限這年年輕人準備健康 還有人特別用紀錄平方式來介紹這段 孩子的努力過程 李靖雄館長剛才要勉勒 困臨這段 少年平月經營疫情的過 也用中部的關心的靠氣 借過他們順利完成這座挑戰 也同時要叮嚀大家 到中國去要接受這個挑戰 那特別也要注意到大家自身的一個安全 我知道我們隨行的老師呢 都會給各位悉心的 非常周圓的一個照顧 但是我們小朋友 小朋友是跟你說你可愛可愛 我都大人大張就對了 自己 我都要照顧自己就對了 這人來自小小的家庭小孩 還要去台北騎台北 進行公立消息 在新聞報上後 本來這間在地母親也請 也請來贊助母親 也還有一間主席去營會 也要觀賞飲料 支持這天氣去完成美夢 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第一個時間 給我打給廖主任 我說有沒有需要飲料 或者是說 如果喝不習慣那邊的飲料 是不是書跑可以帶著出國 每一個家庭小孩 不要讓一個不爽快告訴 但是這處 他們只會騎台北 只會下出人生政策經驗 管理力競用 也在火箭上面 下上婚人資金 就讓他們多多順利 繼續在面前蔡王報道 … 中文字幕志愿者